女人偷过就会有的五点变化 八次消毒液也洗不干净 一 行为变化 女人一旦身心出轨了 她的行为就会变得鬼鬼祟祟 出门前反复回头看 生怕被老公跟踪 而且眼神会变得特别紧张 动作也会变得很小心 不敢和你有正面接触 二 时间变化 以前女人的时间多半是在家中做家务 可是偷人后因为要去见情人 所以时间上会变得越来越紧张 不是单位加班 就是闺蜜逛街或者有应酬 如果男人追问 她还会假装很委屈 一边哭一边闹 一边蒙混过关 第三 身体变化 女人偷人后身体已经得到了满足 她们有着情人的滋润 所以回到家根本不会在意老公 身体也不再产生激情 也不会再需要老公的疼爱和满足 有的还会主动提出分居 四 手机变化 想要了解一个人 看她的手机就知道 出轨的女人也一样 她的手机承载着偷人的秘密 隐藏着和情人甜言蜜语 以前可以和老公相互翻看手机 现在为了掩盖会设置密码 寸步不离生 五 容貌变化 自古就有女为悦己者容 女人为了留住情人的心 就会非常注意自己的容貌 以前不修蝙蝠 现在会180度大转变 不是做保养 就是做护理 微整形 生怕人老色衰 被情人抛弃 会儿戴 Ran الق کا 当面是十分之一 还允许 既然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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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 相当的